民眾騎著自行車在市區裡爬爬燥 沒有方向燈真的好危險 現在就有學生研發一款 聲控式的智慧型自行車方向燈 取代傳統用手按的指示系統 這個智慧型自行車指示系統 跟一般市面上的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市面上是因為它是採用按鍵式控制 那按鍵式來講就是我在下指令的同時 我必須要我的眼睛必須要指示我的按鍵 也就是說我沒辦法去注視路面 那如果說路面突然有個坑洞 或者是有個石頭 你沒有辦法注意到導致你可能會有摔車的危險 那我們改成聲控方式就是我可以在下 在做切換的同時我的眼睛也可以同時注視著路面 那這樣可以造成說我在切換動作也可以注視路面 這樣我就可以馬上避免那些坑洞啊石頭 就可以在第一時間馬上避免 就可以避免我們摔車的危險 腳踏車 左轉 右轉 腳踏車 右轉 透過聲控的方式就能夠操控指示燈 左右轉或者是停車 就是利用軟體程式先錄製好聲音樣本 再搭配無線電通訊功能模組 可以辨識主人的聲音方便又安全 也讓這個智慧自行車指示系統 獲得許多國際發明展的肯定 他這個聲控的東西可以放在哪裡 他可以放在例如說我們手上 或者是你可以放在腳踏車的車架上 或者是腳踏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 就不會寫 指示營說一定要掛在手上 或是掛在離水坂最近的地方都不會 那這個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然後去做一個聲控的操作 他就是直接 例如說我們幫腳踏車取個名字 例如說他就叫腳踏車 或者是叫小白 我們就先呼喊一個腳踏車的名字 例如說腳踏車 他會以聲音呼喊你一個什麼式 那你就可以說你要喊左轉 或者是右轉 他就會 大家方向燈之後 就同時間做個切換的動作 那你是透過什麼技術 去做一個聲控的連結 那就是以一個聲音 如果是聲音的話 是以編碼的方式 根據你的音頻做辨識 然後再以無線傳輸的方式 傳送你的控制碼過去 讓我們的方向燈做切換 學生們的創意源源不絕 設計智慧型瓦斯爐 當系統偵測到乾燒溫度 就會自動關閉開關 還有這個小小的寶特瓶輔助器 不管是倒水或是喝飲料 都讓生活更加便利 也獲得去年10月 台北國際發明展的金牌獎 記者李依如 台北 採訪不到 中家有線電視 熊精彩